今年結出華裔創業家最佳創意獎頒給司徒正賢 他創辦的科技公司結合第二代線性磁頭技術 偶然發出微小的觸覺摩打、為智能手機、遊戲手柄等產品 帶來全新的觸覺體驗 這個叫Tech Helmetric的觸覺馬達 直徑只有9.5毫米、長23毫米 儘管好像若軟那樣細小粒 但就是市面上唯一一款 具備高出其他型號3.2倍功率密度的觸覺馬達 可以大大提升智能手機、AR、VR和遊戲手柄等設備的觸覺體驗 Titan Haptics Drake Motor 它是一個很平均的形狀 配合很多類型遊戲和手機 它們的機器來自動的觸覺 它們會發生的聲音和測試 可以讓你感覺到 例如說笑聲音的音響 例如說音響 或音響的音響 或音響 像是在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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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音響的聲音 例如說音響 或是音響 或是音響的聲音 Touch技術很簡單 他們是非常非常有關於 即使你會發聲音響 當你收到電話機機 我們提供高出的音響 試圖證言由2014年開始 在美國矽谷的科技公司Nanoport擔任CEO 專門研發用於智能設備的新型觸覺反饋技術 擁有100多項專利 他在2021年8月份在多倫多創辦了Titan Haptics 儘管已在業界頗有名氣 但新冠疫情仍是被新公司帶來了不少挑戰 解釋這產法現只能於坦夫桑和感動及感動了 能不能感動 一定是最大的挑戰 尤其在疫情中,無法在紅磷上 出現在嗎? 我們有能夠建立新種方式的企劃 新種方式提供帶大家的予測 讓他們能夠感動! 這是財產的排出的未來 在設定的專業信仰物上 工作時,設計大延伸產 对于我班今年的ACCE最佳创意奖 司徒正言将成功归功于团队的共同努力 更鼓励只是创业路上奋斗的年轻一代 勇于尝试无谓失败 这是什么新的事 它是关于抗担的危险 探索的未知 并可以在短期间 事情可能会出现或不可能 而无法虚恨 换成功能 也不仅仅仅是成功的 Tek Hammerdrake已经在一个星期前大量投产 而另外一款更加小的马达模型也正在研发当中 展望未来 司徒正言希望可以将足迹马达技术 运用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 通过触发汽车座椅和态盘的感应功能 提升驾驶的安全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